秀林乡淘卜格文件站六月份课程丰富多元 尤其结合了零学习中心 规划了一系列健康讲座 邀请到了卫生局营养师 来教大家如何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活泼多样的学习内容 也让部落长者相当开心 花园县秀林乡淘卜格文件站 为秀林乡秀林村最北端的部落 文件站安排丰富的课程 让部落长者们乐开怀 我们有搭配我们外单位的 像我们会请我们 卫生所跟卫生局 会有那个卫生讲座课程 还有我的共餐餐食课程 那再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 尤其也是外面 我们也是 也是我们本协会母机构的总干室 那他今天在这边是教我们热灵课程 及我们的防诈骗试课程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在这个三十号六月三十号 我们文件站会跟我们会举办四到六月的长者青森会 跟我们还会早上到亚洲水泥会 配个亚洲水泥到他们的自然生态 古典园区那边做一个课程 我们除了我刚讲的就是我的共餐课程 那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长者我们来文件站这边是 我们中午有共餐 那以吃的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会有营养 我们会叫卫生局来面做那个 我们的怎么吃 吃的好吃的巧 然后吃出健康 那就不要让长者说 吃多反而会增加我们的身体的负担这样子 那在下个月我们也会跟我们卫生所 会在我们的文件站这边 会跟他们一起联系 我们来做一个卫生讲座课程 而华人县修林香学习热灵中心讲师张树梅 从长者的健康来防治诈骗集团 今天很高兴 我们是以那个修林香的热灵学习中心 来到桃布格文件站做一个防诈骗的宣导 那我这次最主要是以长者身体健康的角度 去切入防诈骗的一个宣导 那就是因为在长者里面 独居长者跟适智长者是最容易被诈骗的对象 所以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长者分享 那如果有了一些适智前兆 十大警讯 都一定要通知自己的家人 然后赶快请医生做一个确定诊断之后 好好跟医生做一个配合治疗 然后预防自己生命财产被诈骗的一些方式 华林县修林香桃布格文件站赵福远 屈阿苏表示 课程方面大家集市广益来安排丰富的课程 还会因应设施邀请讲师与其他协会连结 让长者们能够来到这里 可以学习多样的活动课程 开开心心的来这里快乐学习成长 记得订阅学习老